現在的舊燕業廠經過多年 多年的不斷的進行檢討 以及進行修正計畫之後 現在我們的 無論是吉安的老少館 現在已經拔起來了 已經蓋起來 現在應該是今年也會把它完成 在我們遺商國中的對面的部分 接下來在 115 年 整個大吉安地區應該整個基礎建設 無論地表以下的區域排水 或者是我們交通的節點 以及整個綠色的環境的部分 大概目前規劃中的都已經開始進行 而我們很開心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舊燕業廠打開以後 整理以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敞亮 而且讓人家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將近有這麼多棟的建築物 我們要怎麼去活化 這也是我們現在開始在做的 第一個是我們數學有感的部分 把它加進來 讓我們成為身心靈一個 除了運動的場域以外 再加上我們永續的學習 所以這也是我們今天 在這個一館的開幕的部分 那另外在後面的幾個館 有一個是我們要未來 要成為我們綠色館的部分 就有點像我們的建國花式的概念 每一周就是在整個館設裡面 第二個就是成為花蓮縣政府文化局的外館 外館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我想請大家期待中 那另外今年的10月 全國最大的地方創生 會在我們的燕業廠來舉辦 這也就是我們在現在的數學